有人断裂沒有營修理 因為這批大鐵批是臺小農會村口的儲點 民眾一直不相信這麼大批 這件快要讓紅苔輸在那 找到整個行業了 這本來是打青蛙的地方 還要整個鐵架,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就突然聽到一聲 砰,好超大的一聲 原來整個2號糧食 具有的糧食槍全部被掀開了 然後有的鐵片飛到我們的倉庫上面 有的吊在路上 現在是預估水池 還是在預估中 因為我們有三棟倉庫的屋頂全部都被毀 然後我們裡面的供銷物資 裡面全部都泡水了 因為10多人,這次最強的 所以你這樣過期的經驗也看過你這樣嗎 很少 當地附近的貴賓上去八荷晚上 夜更深驚驚 佩佩金 卡電條 我們在那裡都得到 還要求力 我幾天沒睡 站在那裡,我站在我們上面 樓盤樓看 有八荷我 吹啊,什麼都叫他 他們兩邊才都沒有 那時候很恐怖的 除了台生農會 曾開促進受損害 修一間溫室也讓風吹到整個變形 裡面基本沒辦法擱淨 理會中家君也來到現場關心 都吹壞了 包括我們的西瓜一公斤補助六萬塊 還有包括其他的菜類 小黃瓜類 每種種種大概都有三萬六千塊左右的補助 市有鄉長也希望可以用最近的速度 相關 計較文憑才紅不得 有關 我會給你一份 我會給你一份 我會給你一份